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小土豆们 其实一开始听到南方小土豆 我知道哦 网路上有两集话 有的人会说 为什么叫南方小土豆 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什么 就是不好的含义 没有没有 亲你 亲你 对 后来才发现 原来风土明晴不一样 南方小土豆是可爱的意思 没有错 知道吗 对对对 比如说台湾很多人喜欢吃 我是老番薯 一样的道理 对对对对 是一样的 据说东北的朋友可能会形容说 自己是什么东北的大葱 对对对 没错 的确我东北的朋友真的 东北的女孩子都蛮漂亮的 东北大葱美女 是 而且她们皮肤好白哦 然后她们又高 我东北朋友随便都是1米7起跳的 因为那个纸外线设的比较少 还有一个他们酒量都超好 真的啊 你要让阿密托佛 我没办法 没办法 对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到了 放心松 等一下如果 对 小土豆改名叫小金豆了 消费力强啊 没错 接下我们的星星会闪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知道吗 光是小土豆 小金豆的加持底下啊 哈尔滨 哇 今年真的特火 光是元旦的时候那三天的假期啊 305万游客带来了60亿人民币 这和新台币大概是256亿的 观光收入 哇 三天256亿各位 这什么超错 哇 就是一个城市的收入而已啊 你看 观光收入 其他收入不在里面啊 你看 哇 所以今天的这个 我也想去添个邮箱 哎呦 我才超想去 你知道我每一次啊 只要在找这个新闻资料的时候啊 看到这些我都真的都觉得 天啊 我们应该要实地的去一下 欢迎啊 有各种旅游局 邀请我们一起到哈尔滨去开直播 那这一次呢 我要带大家来看 其实有一些场景 是我们真的难以想象的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呢 来 各位来看一下 网络路带可能有 像你大哥没关系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那个zoom in 没关系 这什么意思 这个叫钻石海 哦 什么意思 你看旁边是不是很像钻石 这样闪闪亮亮 都是冰块嘛 没错 松花江上面的冰块 有一些还没用到的冰块啊 然后现在就放在那边嘛 他们两个在拍什么 拍恋爱在冬季 是吧 对 这个就是抓拍的一个照片 冬季练歌 超美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你知道吗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我跟你说这个非得要去一趟 但是我也是蛮恐高的 但是我觉得值得一试 这个是全世界 这是什么 长达521公尺的冰华道 冰华梯 你敢坐吗 不是 我比较商老金 如果带小孩子去 小孩子敢不敢 我的麻烦 敢啦 哦 应该 我看一下 它可能会有些限制 有些年龄限制 年龄限制 身高限制 但是如果以我看 上面坐的也都是年轻人 对 这个冰华道 哇 非常期待 而且这个今年度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对 哎呀 真的很希望 公司能不能派我去直播 对 稍得是 今年真的是 大家说网红城市 尤其是现在 数位手机媒体都非常的 新媒体非常的发达 所以常常大家在手机上 你知道吗 滑滑滑看到大家去哪里玩 去 哇 好好玩 哦 原来可以这样玩 所以大家就是 更想去尝试了 而且今天呢 在抖音上啊 在百度的一个热搜 很可爱 大家现在已经不叫 哈尔滨了 大家叫尔滨 尔滨今天把洞梨做出花来了 尔滨 对 一般我们吃 也不是说我们啊 应该说东北 我们这连看都没看过 我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 那什么东西啊 洞梨 就是他们 因为你知道 对 他们根本不用冰箱嘛 说得也是哪需要 门口就是冰箱 然后那个冻箱 对 然后呢 老板会帮你切好好的 然后摆成一盘花 不是很冰 像冰淇淋一样 对 然后现在更厉害的 它用雕花 然后把你放在一盅 茶杯里面 然后呢 因为它是冻的嘛 然后再帮你浇上花茶 然后那花就会开了 其实里面是梨子做的 雕成花 想到就流口水了 尔滨把洞梨做出花了 欢迎大家热搜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 不过呢 大家也在说啊 尔滨今年真的太红太火了 其实冰雪大事件 每一年都有 但是今年呢 特别被这一波操作底下 成了最夯的网红城市 对 我看到好多大陆的网红 都跑到哈尔滨去去拍啊 然后不断的介绍啊 炒热很多的气氛啊 对 因为对于网路的东西来说 就是我要去尝试什么呢 就是我这边看不到的 我这边你也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但我好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尤其对我们这种 南方小土豆来说 你知道吗 台湾老番熟 我们就是南方小土豆 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 会叫南方小土豆 他们就是说在当地 有一个抖音热搜 也在讨论说 怎么分你是南方还是北方 就是当地的 应该一看就吃出来吧 对 没有 他们一开始 会叫南方小土豆的时候 是看你的羽绒外套 你知道我们南方 就是我们都喜欢穿 比如说粉红色啊 淺白色啊 那种就觉得亮嘛 好看 但实际上如果你是 生活在东北的当地人 你穿这颜色不一天到晚弄脏 一天到晚脏的不得了 你又不可能一直洗你的外套 所以呢据说就是 东北的好朋友们 他们可能比较习惯就是穿 比较深色的黑色的长版的 这种羽绒服 然后他们身形也比较高嘛 本来就比较高嘛 所以你就看到 真的是东北大冲了 就是就是一看就知道 那据说呢 有这个南方小土豆 有的南方个子 个子比较小一点 个子比较娇小啊 可爱可爱的 然后再穿上那种白色啦 或者是彩色的这种羽绒服 据说还有人去滑 我刚刚不是说 啊我突然想到了 这个滑冰道啊 它有分的 它有分大人跟小孩的 然后呢 就有南方小土豆的 这个姐妹们呢 去滑冰 然后被分到了儿童组 哈哈哈哈 因为太招少了啊 据说当别人没发现 那可爱的身高很矮是不是 然后他还说没有 怎么把我分到儿童组呢 这好笑这好笑 很可爱 我们异性的专属 我看一下啊 台湾会不会下雪 我们的缓冲王 对啦 但是在河帆山很高的地方 而且下雪的量不大 对大概五公分 哎呀 五公分十公分吧 有没有到十公分 而且很很少 十公分是很少见的 而且那个雪 大概就下个两三天 有没有啊 就是像小雪花飘一飘这样 是的 有点浪漫的感觉 但地上看不到什么太多雪 不过说真的 我真的有考虑过 如果我真的要到哈尔滨去玩的话 其实我会很烦恼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吗 那个羽绒服那么长 台湾根本穿不到 我如果去那里买了之后 哇我真的就是一身穿 可能就是穿一次 不是告诉你每年都要去啊 哈哈哈哈 也是 听说有很多南方的朋友 因为我们就没有那些装备 比如说什么厚手套啦 雪靴啦 都有 你都有 你都有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准备好要去是不是 不是 因为以前我到瑞士去玩过 对 那个什么少女风啊 都要穿很厚嘛 是 有时候到欧洲去也很冷啊 那现在 我以前在这个大陆上 我就在北京上课的时候 我也是穿很厚啊 所以我都同意一套装备 在北京冷的时候也用 像前几天北京最冷的时候 我去我就穿这样 对那就穿得到 其实就是说北方地区 比较用得到 对我很难想象 还有呢 我们好朋友留言了 这个Fred Lu说 南方人去北方人 泡澡的堂子搓泥 有点类似洗土豆的感觉 洗完以后光光滑滑的 真的啊 太可爱了 我还没去过还没去过 我在想象啦 这个搓泥应该很像是 我去那个韩国的时候 真的啊 他们不是也有那个汉木针吗 里面也是会有那种 搓泥的那个阿姨 他就会帮你搓 阿姨我就比较没兴趣 上次我就真的去了 因为我想说难得去 我就跟朋友去 然后我想说好 我一定也得来搓一下 我跟你说超痛 真的啊 而且很害羞 因为你真的就是全裸去 因为泡汤嘛 泡完 不是汉蒸木 蒸完 流汉 那你就去那边 然后你就躺上去 然后阿姨帮你搓 那我不知道东北是怎么搓的 但是据说 我还没有这种经验 对 据说最近大家 非常的流行 像我西安的朋友也是啊 他那时候就一直问我说 哎 你们台湾有没有类似那种 你知道吗 一栋楼里头就是澡堂啊 泡温泉啊 然后休息啊 搓泥都有 我说我这真没有 他说走 下次我带你去西安 西安有啊 然后 我去西安怎么没有朋友带我 去东北 东北 他就说走 我带你们到这个东北去玩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哇天哪 我好期待哦 对 然后据说啊 在当地有一些很特别 叫做万物皆可冰糖 冰糖葫芦 什么意思 冰糖葫芦 但是在这个东北 特别不一样 什么都可以冰糖 冰糖皮皮蟹 冰糖大夹蟹 冰糖辣条 我比较稀 冰糖锅包肉 冰糖大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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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夹蟹 还可以吃甜的吗 对对 有好朋友吃过吗 还有冰糖皮皮蝦 还有冰糖皮皮蝦 谁说啊 谁说用沙子搓 澡堂南方也有 对是的 我相信到处都有澡堂 可是像这种 搓泥的 搓泥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我猜啦 也有可能是跟当地有关 因为你也知道 天气这么冷的话 对 你应该就不太需要 天天洗澡吧 那我不习惯 我天天洗澡 好啦我自己乱猜的啦 但是不是 因为你洗澡 你不会去角质啊 不会不会 那搓泥就有点 类似去角质的这种 这种感觉嘛 所以今年你看 这一些全是我们这种 南方小马铃薯们 我们这个节目 可以改成旅游节目好不好 改成旅游节目 我们到处去旅游 对 决定了 然后我们每一次都出外景 好不好 带大家去看一些不一样 哈尔滨瞧一瞧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 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諸葡营 十古 快點 غ甕 葡营 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